今天來臺灣十萬年的 泰國媳婦陳美華 今年是第一次學寶馬掌 她跟一些新移民的媽媽特別寶馬掌 去送給一些小家庭不幸的孩子 向蘇蘭感動 走回來看這個蘇蘭感動的故事 第一次寶馬掌 很好的現代的新移民媽媽 很年輕的學校 還可以教孩子 我們來寶馬掌 折這樣子 這樣 這樣子 大家都很認真學寶馬掌 我常常來問當問曬 你做好 快點 你做好 等一下要有故事給你們聽 雖然最好包到外國吃飯 但是這個時候 婚姻真正有一個家庭的感覺 很好玩 包的時候很好玩 很厲害 來到中途移動一回的營動 每一人背後都有一個平衡的故事 笑眉眉的臉 背後的面色 更加讓這些新移民媽媽感到不感 剛來可能是語言跟生活習慣 他們就是非常有一點的不太容易適應 還滿多熱情的人來願意幫他 我覺得他們需要的就是鼓勵跟互動 讓他們更有自己的信心 然後更開心更快樂 從剛才台灣什麼都沒有了解的驚訝 跟適應台灣的風景 也融入這個社會 探到家裡 帶到自己的小孩跟兒童來作為 享受保養的家庭 就是希望這人死去家庭溫暖的小孩 知道有人了解他們的感受 也可以接受別人的愛跟溫暖 記者 綜合報導